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就回來看一看 怎麼樣去定義這個波函數的 group velocity 所以我用一個最簡單的case 就是兩個波 這兩個波呢 在頻率跟它的波長上 都有一個很小的difference 所以呢 我們單一波選成 a cos omega t-kx 那另外一個波呢就是 omega 加 delta omega 它的這個頻率 那它的這個波長呢 就是 k 加 delta k OK 那 super position 基本上就是 把它兩個加起來 這是波的一個很重要的特徵 super position 這件事情 OK 其實我們現在在講很多 你如果有 上次我有告訴各位就是 現在很夯的一個 在做這個quantum computation 大家可以上網去google一下 現在包括 IBM出了一套 專門給高中生看的教材 專門在講這個quantum computation 在網路上你可以搜尋得到 欸 你就會發現量子物理有多重要 因為所有的這些quantum computation 它講的很多概念 都跟你現在在聽到的東西是有關的 只不過它把它用到一個很fancy的東西上 就像這裡面它在講很多東西都在講 波之間的super position 那super position說穿的就是 你現在在做的這個page上的東西 你有兩個波動 然後你就是做一個完整的加總 從數學模式上就是這樣 好 那這個加總完以後呢 我剛剛講呢 我現在讓我的頻率的差別 跟這個波長的差別非常的小 那我就可以把最後這個結果 把它化檢成這樣的一個數學式 好 那麼我們在定義這個vp的時候 實際上是m乘上λ 就是波速速度會等於頻率乘上波長 這是以前我們的波動的definition 那你可以返回來看 實際上你要寫成這樣的話 它有另外一個寫法 就是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會 剛好等於omega over k 它會剛好等於omega over k 也就是說 我只是從後面推回去 你會發現 我原來知道的vp等於μλ 但它實際上叫做omega over k ok 好 你用這個類比 你回去你的數學室裡面來看 這個速度本身呢 它會剛好是這兩個係數互相相處 就在你的數學室裡面 速度本身它的概念會是t跟x 它的係數的相處 所以如果你回來看一看下面這個 所謂的superposition完以後的一個 混沉以後的波的話 這個混沉波呢 其實它有原來波動的基本的元素在裡面 乘上一個cosine的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是它的maduration 就是說我有一個原來的單一波 然後我加上擾動 加上這些擾動 然後就會變成是我的合成波 好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了 如果你從剛剛那個 我們給你看到的那個波動的話 你就知道 你最後所看到的所謂群速度 是那個maduration 那個波包的移動 你看不到那個單一波的移動 所以單一波的移動在前面這裡 你從它的t跟x的這個所謂的係數相處 你就知道那是單一波的移動速度 所以那整個maduration的移動速度有多少 其實我就可以從這裡來看 我整個maduration的移動速度 事實上應該是這兩個的係數相處 所以答案就會是Δω除上Δk 當我這個Δ夠小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群速度跟像速度的不一樣 像速度其實是直接Δ除以k 群速度是ΔΔΔk OK 它變成是一個微分的概念 好 當 我有一個單一波 它具有一個角頻率Δ 具有一個波數叫k的時候 然後我把好幾個波 在這個case裡面是兩個波 當我把這些波動做合成的時候 你會看到一個maduration turn 這個maduration turn給了你真正的所謂的群速度的移動 你去做20個波的時候 你去看一看 它跟這個兩個波做出來的結果 有什麼不一樣 或者有什麼相似點 這個是你做你的homework的時候 你要去看一看的事情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首先定義了 Face velocity Groove velocity 它跟omega還有k之間的關係 那下一個我們真的要證明給你看 就是說 我剛剛一直在告訴你 我創造一個波函數 這個波函數 如果隨便就寫一個東西出來 我怎麼知道它真的 跟我的移動物體有關係呢 那所以最簡單的辦法就是 好 我剛剛給你看到一個波包在動啊 那這個波包在動 是不是跟物體的移動有關係呢 如果有 那你就更相信 這個波函數本身 的確是有用的 的確可以來描述移動的物體 我從一個wave 創造一個wave 這個wave可以來描述moving particles 所以接下來我要證明的就是說 真的 這個像速度本身 對不起 群速度本身 Group velocity 本身 真的就是物體的行進速度 好 所以這裡面有幾個符號是大家請注意 就是說你有三個 在這裡應該有兩個速度 第一個速度是v v 這個v是物體真正的行進速度 你把它視作是particle的時候 物體真正的行進速度 我們稱它叫v 那麼vg當然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group velocity 群速度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說 這個角頻率 它是等於2π乘上μ 2π乘上μ 好 那麼 我們在這裡面呢 我們做的事情 是把這個μ把它改起來 為什麼 因為hμ等於mc平方 這個在前面講過這個東西 能量等於hμ又等於mc平方 這個對電磁波 對光來講是這樣 好 那接下去呢 我唯一做的事情就是 把這裡面呢 再把它用這個 相對論的關係 把這個m把它寫成它的修正項 這個是在移動的時候的m 這個是禁止的m0 好 那同樣的道理 我可以把這個角 這個波數k把它寫出來 這裡面我用了一個重要的概念 這個重要的概念 事實上是deBrogli的假說 它告訴你物質波 它事實上是等於 這個lambda跟p的關係在這裡 它本來寫的是p等於h over lambda 或者是lambda等於h over p 那這個p呢 應該要等於m乘上v 再講一次v是物體的行進速度 OK 好 所以呢 我把這個關係是帶進來以後呢 那麼最後我寫出來的會是長這個樣子 在這裡我只是把lambda寫成h over md 好 那 我剛剛已經知道vg的定義 vg的定義是d omega over decay 那現在因為omega跟k都是v的函數 都是v的函數 所以你知道在微積分裡面 你要去做這件事情的話 那我就是 對於這兩個 都對v做微分 好 我把這個東西帶進去以後 那就是後面這些式子 你就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這些式子都做完了以後 你就真的發現vg就是真正等於v 好 所以這給了一個很重要的證明告訴你 沒有錯 我們剛剛講的一大套的東西 我這邊可以真正看出來 group velocity 的確跟物體的行進有關 也就是說 我可以用一個合成波 這個合成波的波包的移動速度 就是我們所謂的群速度 這個群速度的確等於物體的行進速度 所以合成波本身 它拿來代表物體的行進 你就會發現這兩個是 的確是有很好的match 好 那這些只是在告訴你一次 群速度還有像速度的這些關係 包括像速度 就單一波的波數 它是有可能比光速來得快的 所以像速度本身其實 就是跟物體的行進本身 沒有特別必然的關係 這邊給一個example 好 這個example其實非常的簡單 在數學上 但是等一下我會告訴你 在應用上它的重要性 好 我們告訴你說 如果有一個鏈子 我說它的波長叫做2乘10的 負12次方公式 就是兩個picometer 好 那我問說 它的動能是多少 還有它的群速度跟像速度是多少 這個某種程度上 只是讓你practice一下這些公式 好 所以第一個 這個 這個 很多人從這邊跳不到這裡 你要注意的是 這個是從 相對論的一個基本的想法 就是說 你的所有能量應該要等於 靜子的能量加上動能 OK 好 所以呢 動能應該要是等於 能量減掉靜子的這個能量 那我們又在前面 在講這個 康普敦效應的時候告訴你 對於所有的物體來說 這個total的能量都可以寫成 10平方加p平方c平方開根號 OK 好 好 對於電子來說 你知道它的e0嗎 我們在講pair production的時候 你就知道 這個數值是到megaEv等級的 然後呢 p平方c平方 p等於hc over lambda 所以呢 p等於h over lambda 所以pc這個值 我知道它的波長 所以我就把它帶進來 就得到後面這個 就可以得到後面這個結果 所以呢 pc本身 是620kev 然後呢 靜子質量 511kev 事實上是0.51的megaEv 這個我們在講pair production的時候講過 好 所以你把這兩個 整個帶回去 所以你的ke呢 出來就會是292個kev OK 這個沒有太大的困難 這個只是把我們學過的很多的公式 尤其是相對論用在康普頓那邊的東西 我們把它 combine 起來 好 那接下去他就要問說 那我的 我知道 我知道我的kinetic energy 我能不能知道我的速度 一樣的 我把修正向拿進來就可以了 相對論的修正向拿進來 所以我就會得到 物體的行進速度 那前面已經告訴你 物體的行進速度 實際上 就等於它的group velocity 所以呢 這個v呢 應該要等於vg 我知道v以後 我套了公司 c平方處理v的話 我也知道vp 所以你會發現vp比光速來的大 那我們知道 這個跟物體的行進 其實沒有必然的關係 好 所以這個整個example裡面 第一個先讓你practice 幾個公式的combination 讓你了解 像速度是什麼東西 群速度是什麼東西 好 這個example在材料分析上 是有重要意義的 所以這是為什麼我要特別 把這個example舉出來 這個重要意義在哪裡 這重要意義在於它的電子的波長 電子的波長 想一想 我們在講電子顯微鏡 在講光學顯微鏡 我們說 當我要把一個顯微鏡 我要把resolution 解析度一直提高 我最簡單的辦法 就是一直減小我的波長 一直減小我的波長 OK 好 那極限來講 我就不要再用 一般的可見光 可見光 可見光是幾百個nanometer 我們上次就講 我們希望用電子sauce Electron source 來當作是我的光源 所以你就會發現 我的確是要把一個moving particle 變成是一種wave的概念 如果你去看光學顯微鏡就是這樣 你用可見光當光源 然後看到東西被放大 那我現在唯一的不同就是 我要把電子變成是光源 然後我也一樣在看東西被放大 那接下去我就要問 那電子的波長有多少 我把電子當作是一個moving particle 我用Deblogy wave的概念拿進來 那我就要問 它的wave length是多少 這個wave length就會跟你的加速電壓有關係 OK 這邊就在給你這個example 這個example就告訴你 我們的題目是說 我已經知道wave length是兩個picometer 我反回來問的是 Kinetic energy是多少 292個keV 好 請問各位 我給你電子 我怎麼樣很容易把這個電子 可以讓它跑到 292個keV 知道的同學請舉手 我給你一顆電子 我怎麼樣讓它 很容易有一個動能是 292個keV 我們先看看後面有沒有同學 有嗎 怎麼樣做到這一點 來 你把電場加上去就好了嘛 你加一個292kV的電場給它嘛 這不就是電子伏特的概念嗎 當我有一個電子 它在一個電場之下 它就獲得能量嘛 這個能量就是電子伏特嘛 所以你要把一個電子加速到292kV 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把一個電子放在一個292kV的電場下 它自然就達到這樣的一個速度 所以這邊就在告訴你 如果你有一個接近300kV的電場 如果是這樣的話 那麼你的電子的波長 電子的物質波的波長 基本上就在兩個picometer的這種數量級 所以這是為什麼 如果你去看一個電子顯微鏡 尤其是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我們經常穿透式電子顯微鏡 就是要放大到百萬倍的這種等級 但你要放大到這麼高的等級的時候 你的resolution 你的解析度要非常好 所以你就會經常聽到 這個是一個100kV的電子顯微鏡 這個是一個400kV的電子顯微鏡 那你現在就要有sense 它在跟你講 多少kV的電子顯微鏡 它在告訴你什麼 它事實上在告訴你 這一個顯微鏡的解析度 為什麼呢 因為你的kV越高 你現在就知道了 你的kV越高 你的wavelength 其實會越小 你的wavelength會越小 你的wavelength越小 當然你的解析度就是越高 所以你就會發現 如果你要走這種非常高解析的image 你當然選的就是400kV 你選的會是400kV 你不會去選100kV 對不對 因為400kV給你更短的波長 他整個idea就在這裡 OK 好 那 你就很納悶了 如果大家都要go for這個高解析度 那100kV的電子顯微鏡 就不會有人生產了 那為什麼還有人要用100kV呢 你們跟旁邊的同學討論一下 知道的情緒 他們各式各樣不同的理由 那為什麼 就我剛剛講 如果你放大倍率來看 我要讓他達到 所謂原子等級的resolution 那我當然就走400kV 事實上也是 當你要走高解析度的時候 你絕對走的是400kV 所以400kV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原子影像 因為他的解析度 你看他這是-12m 他是可以看到原子影像的解析度 那你為什麼要100kV 跟你旁邊的同學討論一下 知道的情緒手 有嗎 來 這是標準答案喔 這是標準答案 請注意 我們在做所有的檢測 在做所有的檢測 在做材料檢測的時候 記不記得我告訴你戒指的例子 我要做一個成分分析 好沒問題 我去做ICP 如果你知道ICP 就是把你的戒指 濃到強酸裡面 然後完了以後呢 去做很精準的化學分析 你做完以後 回家老婆就有意見了 戒指哪裡去了 去做了一個很棒的分析 然後告訴你 沒錯 你的戒指是純精的 問題是 它是破壞性檢測 OK 所以同學講的很重要 電子素是有能量的喔 想想 KEV是一個很高的能量 所以舉個例子喔 你做的是生物試片 你絕對不希望 你的電子素去產生 任何的組織上的變化 你做的是Polymer 也是一樣 這些高分子會因為 你給了一個非常高的能量以後 產生各式各樣的 不一樣的這些 Damage 其實包括你做金屬 做陶瓷 它都有可能造成這種問題 因為你的瞬間 給它非常高的能量 所以 這個就會變成是一個 你說材料分析的一種Tread-off 你要它有很高的解析度 你需要給它非常高的能量 但是在同一個時間 這一些電子素 是會造成你的樣品的 依靠是破壞 或者是變質 或者是其他的一範 OK 所以這個是 大家在做這個材料分析的時候 一定要去注意到的事情